大家好,我們今天講的話題就是一個人物 這個新的人物跟香港歷史很有關係 但是我們平時也很少提及他 特別在現在這個形勢,我們講到香港歷史都好像很敏感 有兩位很敏感的嘉賓跟我們一起分享 第一位就是愛國愛港的時事評論員 馮志正博士生 是否這樣介紹 當然要,現在很危險 人都知道,愛國愛港一看你的姿勢就明白 第二位就是,我更加不知如何介紹你 你有沒有任何政治正確的身份可以介紹 政治正確的身份就是一個寫字的人 抽空了一些 context 的時候就變成政治正確 你在《蘋果日報》有專欄的陳雅明先生 你是好像深受到國家領導人關注嗎? 不是,只是寫稿而已 好像某位領導人經常都會引述你的文章 有時會的 就是那個國家級領導人 經常在Facebook打飛機 誰呢?不好吃了,不要緊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 其實原起就是這樣的 我們都希望講回香港的歷史 因為阿明本身在研究一個早期香港歷史 今天寫著一本小說 就說對這位人物很有研究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研究 所以就聽你講 不如你先講講這位人物 查理易律 是,查理易律 他的英文名是Charles Elliot 其實為什麼叫查理易律呢? 其實我也想請教他審博 因為我英文和不太好 那Charles為什麼是翻譯過查理呢? 其實我一直都是有點疑惑的 還是他的翻譯名字一直被人誤解了? 我真是用殺我 Charles不是翻譯過查理,你覺得怎樣翻譯? 那我翻譯過音的時候應該查理詩 查理的時候就是查理 你寫小說,你看回那個年代 其實翻譯名字全部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來 都很多是意譯多過音譯 譬如同期的Budinza 即是Budinza 即每一個譯名都有某種意義 但就不是現在的玩法 有這本書是專門講過 19世紀的中國譯名 那些譯名就是什麼瘋地 即是現在沒有理由這樣譯的 是 那就是要研究一下 但事實上這些譯名是挺有趣的 剛剛你說的Budinza 即是第一代的港獨 第一代的港獨 有些譯名譯它叫Pudinza 其實Pudinza和Budinza是兩個不同風格 有如特朗普和川普 是完全不同風格 Budinza就好像譯到它很強硬 Pudinza反而是很優雅的 同期的那個 稍後可能也會提到 這個律盧碑就更加玩笑 就是Lord變成了盧碑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說查理二律 就是因此英治香港的第一個行政長官 通常我們說港獨就會由這個Budinza數起 但是技術上應該由這個查理二律數起 是不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的小說就開始講它 其實是 因為那時候我就看回這個鴉片戰爭的歷史 以及找回一些港獨的歷史 我就會發現查理二律其實都很不幸 就是在香港的歷史裡面 因為在港獨 那麼多的港獨裡面的書 其實是沒有它的份的 那麼它在鴉片戰爭的歷史裡面 其實是佔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是Active role來的 但是完全是沒有一些專注介紹它 其實英文專注是有的 是有兩本的 一本是港大出的 一本是最近一個不是太知名的出版社出的 就是兩本都是英文的著作 反而中文是沒有的 我記得我們中史也有讀過他的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也有的 他還有另外一個是二二律 那時候老師還經常教我們分解 這個是二二律 Jacky 你那個年代有沒有 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還有講 就是東南京條約之前的打仗 就是他們兩兄弟的事 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都不明白 為什麼明明是同一個姓呢 他們兩個名字 就是是不是為了特地分開他們兩個 但是你也是用查理什麼什麼 和另外一個名字什麼 就是 應該是特地分開他的 因為那個是一個唐兄 另一個那個二律其實是他的唐兄 那個就是海軍 就是海軍的主將 這個二律其實是外交官 審博就請到我們來 去講這個歷史的時候 其實二律我覺得 是第一個英國對中的 不是第一個的 就是主要 首要的外交官 其實就是在那個 當時對英國對中國的歷史裡面 其實香港的歷史 它是有一個很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是因為它決定了是不是要拿這個地方 其實你的小說 不如說說你的小說 為什麼會提到他呢 我笑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還沒寫 或者說寫了一部分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那個叫做主題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歷史 剛剛你也說到香港的歷史 我們也算是不同年代的人 其實我是90後來的 知道的 我也是 我也是90後 那審博是不是70後 四寫五入我也是90後來的 是 因為那個我出生的年代 其實是沒有什麼學過香港的歷史 很老實 是沒有學過 這些香港的歷史後來 我自己去到大學的時候才學回來的 我所謂學到的香港的歷史就是 在中史 那一部分 就是初中的中史 那一部分是說到鴉片戰爭的時候 稍微說一下香港的歷史 香港的歷史其實只是 就是中國歷史 即是近代史的 是極短的一部分 你們剛剛說什麼義律堂興 就是那些叫查理義律 那兩個名字的笑話 其實我是不知道的 就是我後來的時候自己看過資料 才明白你們說什麼 就是我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受過香港歷史的教育 那你本小說是說什麼 那個主題就是說 就是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香港的東西其實是發生過 就是有一些叫做 實際存在過的發生的事 就是有很多東西 但是好像 因為我們在一個叫做 大國的環境包圍底下 就是很多東西是看不到 這個義律就是其中一個的例子 我覺得 你覺得這麼隱悔 那些人又懷疑是不是違反國安法 是 所以有很多象徵者 其實我開始打過一個了 但是我到現在為止都不明白 如果你說兩個大國之間 其實兩個大國外交中間 總會有一些外交官員對口 那義律有什麼這麼獨特 你覺得它在這麼多個融融的螺絲之中 這個小螺絲要被你插出來呢 都有幾個原因的 對香港來說 它決定堅持拿香港 這是第一件事 為什麼堅持拿香港是這麼特別呢 因為當時英國政府想拿好很多選擇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華南的沿海 去找一個叫做住宅的地方去做貿易 它可以有什麼選擇呢 大嶼山 台灣也可以 最有名的就是周山 它是很想拿周山 為什麼要拿香港島呢 就是有沒有人研究過這件事呢 我記得有一堆 早期香港歷史的書 都有說過 香港早期的居民都是大路人 其實當時也有一些跟英國人的交情 提供他們這個地方可以拿價 但是周山那邊就比較有趣 究竟那邊的地理位置 理論上在地圖就更近中原 好像更加有用 你所做的研究是得到一個什麼結論 就是為什麼他會選擇香港 所以這個我是在小說都會想的 說兩句吧 你為什麼不是說 因為你主觀和客觀是不同的 因為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因為義律當時為什麼這麼堅持選擇這個香港島 是沒有留下任何日記的 是沒有留下日記的 就是你不知道他的主觀的想像 所以我才可以寫 你說客觀而言 為什麼會選擇香港島 很多人只會說 因為維多利亞港水深廣闊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很老實 為什麼一定是選擇香港島 周山你更加近 還有當時香港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你想起 如果我們看回當時的香港 居民主要集中的地方 不是在香港島 其實是在長洲 其實我們香港 如果你看回所有考古證明 去到近代清代 除了我們在屯門以北 那些比較重要的原居民之外 漁村全都在長洲 南亞島那裡 還有大漁山 另外剛才Simon說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有一些 可能是比較大路人 這個可能就是其中一個關鍵 但沒有人知道時間點是發生在哪裡 香港第一面的區旗 還是總之那條旗 我們全部不承認 你說的什麼 那不是龍師旗 從來龍師旗都不是香港第一代的旗幟 其實第一代的旗幟 其實有一個叫做亞群帶路圖旗 其實是有一個叫做亞群的人 沒有人知道是男還是女 但是穿著一個青裝 指向去幫英軍指路 然後英軍就把這幅畫叫做亞群帶路圖 也當時指明了這個發生的地方 就是在香港的赤泉 好像有一個Facebook專頁叫做亞群帶路 現在很多時候是這個樣子 是香港故事的朋友 我們又違反 算了你也沒有一塊 這是歷史 但現在問題就是問 究竟是義律因為亞群這班人 最後選了香港仔 香港島這裏 還是其實他選了香港島 然後才遇上亞群這班人 剛才你說到長洲那裏 我想先抄一下 我們有一位前輩周露日先生 他不是說 不單是香港人建在長洲 他人類建在長洲 他人類建在長洲 都是你的師兄來的 你是國師學會嗎 不是 不是 我不是國師學會 他這個理論很出名 就是說全世界人類的Origin 就是在長洲 沒聽過 真的 很有趣 這個比香港更加有趣 他那本是用廣東話去演繹全世界經典 你不認識他嗎 我聽過這個說法 但是我沒看過這本文 這叫狼馬 這叫狼馬 廣東話是狼媽 狼的媽媽的城市 所以叫狼馬 我遲些請她來分享 你先說下去 剛剛說到大陸人那裏 香港的海軍就是吐射 所以後來就是頂不住就走了 這是其中一個不拿舟山的原因 你說拿香港島那裏 其實確實是很多因素 其中一個因素 其實它是 很多人有一個誤解 就以為是開埠 1841 開埠之後 香港島才是有用的 就是作為一個貿易用途 其實之前都是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本身那個叫做 現在香港島那個叫做大譚灣 和石牌灣那個位 就是有香港的原居民主 就是彈家人 那個位其實本身 都已經是作為英軍 一個補給地點 英軍是會經過那裏 回到印度 但是你剛才說到這個位 其實就真的違反國安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清廷說明 是不讓沿岸居民 為外邊水兵等等 去做任何的補給 以及做任何的食物 淡水交流 就是說他們違反當時大清的國安法 這個是完全違反當時大清的國安法 所以也導致有一本書 譬如說羅詠生教授寫一本書 他的英文版是很好聽的 就是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但是用中文版寫得很奇怪 就叫勾結共謀的殖民統治 其實其中一個緣起就是 其實因為在港島南方這一班人 其實一直以來 都跟清廷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關係 完全不理清朝裏面 他對於海禁、對於外族 一些這樣的理解 就是一直在幫外面的人 去做一些添水和補給的工作 即是漢奸 我以為你會稱呼你偶像 陳文博士的《香港成邦》 他有一個篇章說這件事 我不敢說他香港是漢奸 他有後人在 連名字都不敢說出來 對,一會後人跟我說 我們彈家人不是漢奸 我們是東江中隊 那怎麼辦呢 沒有風雜的 這兩件事沒有衝突 剛才我記得陳文博士的書 也有說過這一類的 他的論述就是 香港人當年避難下來的 所以跟中原都有某種抗爭 到大清的時候也是 所以英國人來到其實就會帶路 你的小說就是講這些 你整本小說的概念是什麼 開始有點害怕 這件事沒有問清楚 即是之後的時候 寫完之後再慢慢說 今天講一下 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這個確實 很多東西可能違反國安法 而且都很有趣 即是你剛剛講的 大陸那件事已經是其中一樣 再之後就是究竟那幫人 究竟是想不想英軍進來的 想不想英軍可能贏的 那這些其實都是很多有趣的地方 而這些東西其實是很少人在研究 而且是沒有什麼可以研究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日記留下的時候 你很多主觀的東西是真的不像 純粹靠一些客觀的證據 去描寫歷史出來 你講到這裡 我們先停個停止 我們要重申一次 大家也是 嚴格遵守國安法 愛國愛港 亦都不會做任何違反國安法的行為 和言論的 在四個時刻 來岩 殺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